下座 转 刘旭 到 今天差不多了 带回 是 转队友 收起 集团 是 加油 是 你们新队员的强险救援服到了 我带你去聊 走 怎么来了 我想邀请你参加一档访谈节目 你是知道的 我不喜欢被采访 更不可能上这种节目 先不要着急拒绝 这个访谈节目 你要了我们市里 杰出新年代表 这是台礼给我的任务 你就当帮我个忙吧 好吗 金正 你要去呗 你留当顺便宣传一下 我们生活站 对 行 这个节目还要谢谢你 哦 男嘉宾邀请了金正和老霍 霍元聪也去 那金正你更得去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那优秀的话 我们金正比谁都优秀 我考虑考虑 平安 来 想不想我啊 对了 那个节目 霍元聪确定会去吗 对啊 其实可以趁这个机会 你们了解一下 我相信你们彼此了解以后 会成为好朋友的 我为什么要跟他做好朋友 你应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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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徐川 叫你呢 你干嘛突然生气啊 没有 你明明就生气了 我就不喜欢你夸别的男人 尤其是胡云聪 对 靳徐川 你有没有发现 你越来越在意我了 我还有工作 你走吧 不行 没说清楚不能走 对 我很在意你 而且是非常在意 你说了那个节目 我会参加 那我把时间留着发给你 那我把时间留着发给你 记得看手机 要不我帮帮你吧 试探一个人在不在意你 妒忌是最好的实景师 什么 有事 有事 你 干嘛呢 搜索 你问他在干嘛 怎么了 老霍 不知道啊 剑站长突然来抓我衣领 你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这种人不值得你维护的 我没事去啦 我和靳战可能有点想误会 没事 算我多管心事 老霍 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了 他为什么那么生气啊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我真不知道 他不像是会 无缘无故生气的人 你那么相信他 那你还回忽我 当然啦 我们十几年的交情 你要是有事 我第一个立不穿上去 这里面应该是有什么误会 我相信你 也相信季时川 别往心里去啊 放心吧 我没事 我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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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靳战回来了 靳战回来了 靳战 靳战 回来了 靳战 怎么样 今天录节目是不是特别顺利 那还用说吗 有学来再肯定顺利 我都能想要他两个人 在节目上按送一下 你 太羡慕了 想要他 キャ,靳战 和声 联记 我就担心你出事了 没事吧 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晚上好好聚一下啊 行啊 都好久没有见 是啊 你们看什么呢 你们去包房等我 我一会儿过去 遇见个朋友 那行 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怎么一个人 你不是不喝酒吗 怎么 好了 心情不好 走开 别烦我 你放心 我对心里装着 其他女人的男人 没有兴趣 我只不过是觉得 你人还不错 可以做朋友 什么朋友 我不缺朋友 干吗 抽到你痛处了 你能赚在你腻子 我同学 这时候 我也认识了 我 我也认识了 我给你多了 你自己也认识了 还在她 我把你弄下 我只好 你也要去 我做什么 你拿来 我把你弄下 伤害了一个朋友 感觉很愧疚 你相信缘分吗 亲人之间讲缘分 朋友之间也讲缘分 爱也是 我经常觉得人生就像一个十字路口 有一些人陪着你走 可走啊走 走到一半 他可能就消失了 可有一些人 你来不及跟他告别 就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 他就消失了 我们谁也不知道 下一个路口会遇到谁 就好像我一样 没想到十年后 我会在这个路口 遇见你 今天累了 什么都不要想 中文字幕 李宗盛